耶 Yay Yo 歡迎收看料理甜圈 我是香噴噴的主廚香師傅 我是聰明愛棒棒的小廚愛子 香師傅 你為什麼一直打噴嚏啊 因為我過敏啊 只要是早上起床的時候 或是聞到容易過敏的東西 我就會打噴嚏流鼻水 怎麼辦 好可憐喔 我聽說今天來的主廚 他有抗過敏的法寶喔 這麼厲害 那我們趕快一起來歡迎創意主廚 史丹麗主廚 歡迎史丹麗主廚 史丹麗老師好 老師 你為什麼會有抗過敏的法寶啊 因為我的小朋友也會有過敏性的反應 那他們過敏的話你應該怎麼處理啊 像其實我小朋友 有時候我們在家裡有擇棉被的時候 還有那種衣服很久沒有拿出來穿 就會導致他過敏 然後就開始打噴嚏 我也會耶 那該怎麼辦 其實很簡單的方式當然是我們利用大自然的一個方式 我們就是把棉被 衣服沒有 不一定是要蓋的時候就要拿出來 是可能沒有蓋 可能它放很久可以拿出來曬太陽 是最好的 太陽有殺菌的功效 對 殺菌好沒有錯 那料理呢 料理也有抗過敏的東西嗎 當然有啊 像我們選擇我們今天用的是鮭魚 對 那當然鮭魚有提升我們的免疫力 對 那但是呢 但是你們要先回答我一個小小的問題 才能吃到好吃的鮭魚 當然啊 當然 回答問題我們兩個最會的請問吧 請問 鮭魚含有豐富的Omega 3脂肪酸 它可以提升抵抗力 減低過敏反應 請問鮭魚在哪時候吃是最肥美的 A 是秋天 B 是冬天 A B A A A 你怎麼會選A呢 因為你看喔 到了冬天那個海食是不是變得比較冰 然後那個鮭魚會不會 因為運動的期間會比較短 然後如果秋天的話 海水就不會有那麼冷 然後可能那個 運動的比較好 對 身體的肉比較好吃 不錯 因為冬天很冷 它鮭魚就堆積脂肪 所以油油的才好吃 那答案到底是什麼 答案是什麼 來 我來公布好不好 我們正確答案是 A 秋天 耶 好會喔 因為 聽我說我解釋一下 為什麼 好那因為秋天是日本 鮭魚回遊性的一個 它準備產卵的時候 它除了肉質鮮美外 那當然它在秋天的鮭魚 它的蛋白質 比其他的魚肉來得容易消化吸收 所以很適合小孩 跟一個老年人來做食用 怎麼會 我怎麼 你真的最近越變越聰明 沒錯 聰明小廚 那趕快來問史佳麗主廚 今天帶來的料理是什麼呢 聽起來很可口喔 那我們趕快來大廚師 請上菜 老師今天需要哪些食材呢 我們今天準備的有 生菜 芹菜 油條 鮭魚 胡蘿蔔 鼻奇 蘋果 洋蔥 蔥 蒜 鹽巴 跟胡椒 那這個呢 那也是蒜 那也是蒜 是 不一樣的 很多蔬菜耶 真的喔 那我們要怎麼做 簡單 我先第一個動作 我們先來煎鮭魚 那我就請香師傅幫我切蘋果 切蘋果 那切成什麼樣子 切成釘狀 釘狀 對 這簡單 那愛子沒工作對不對 對 那你就當然要幫我捏油條 好不好 幫我把它捏碎就好 你想讓它脆比較多 你就是捏漂亮 大小 對 所以現在煎之前就先調味嗎 對 我先撒一點點在這一個面 那我所有這個面我會先朝下 對 那因為鮭魚含有很多的油脂了 所以我們不用再靠油了 不要再加了 好 好 等一下油脂就會出來 對 油脂慢慢會逼出來 那我們只要煎到差不多八九分熟就可以 只要是一開始火都大沒有關係 你看像這樣子用大火去煎 只要煎到表面有點像焦焦的 這樣就可以 你看這一面也差不多了 是不是已經有上色了 有上色了 OK 那我請愛子幫我拿一個盤子 其實大家可以看看 現在裡面差不多已經是半熟了 我們就是這樣子的 因為你把它煎太熟 等一下我們是不是還要再去煎 會老掉 對 會老掉 那我就請香師傅繼續幫我切洋蔥 洋蔥 還有我的胡蘿蔔 好 你是切成丁嗎 對 切末好了 切碎一點沒關係 切碎一點的末 那就請愛子幫我把這個鮭魚 幫我把它搗碎 好 對 那我自己就來切其他的蔬菜 我們三個一起努力 好 一起努力比較厲害 一起努力 對… 那像我現在在切這個芹菜 其實很多人都會說芹菜葉子不要 可是其實芹菜葉子它也是很好的一個東西 尤其是你在煮湯的時候 它只要灑上去 哇 那個香氣就撲鼻而來 所以其實芹菜葉子也是可以吃的 它很好 它很好的 愛子好聰明喔 你看看它那兩個 像在吃牛排一樣 切菇耶 一隻菇另一隻辣嗎 對… 你不要偷吃喔 很香 我剛剛一直看你在流口水喔 對 偷吃是我的准理 你不要偷吃 好 現在我切的是鼻奇 鼻奇 我知道 它可以治療那個咽喉的腫脹 跟幫助消化 哇 香師傅根本就是一個活字點 這都是跟史丹麗老師多多學習的 不要再學了 不要再…又會切又會回答 真的是… 沒有 哪有多會切 有啊 你看… 聲音嚇死人了 愛子你要大聲一點 蛤 怎麼了 它… 你看它也弄多快 你看看 真的 我先把洋蔥丟進來炒 好啊 那我們就利用剛剛的這個油脂 我們就來炒我們的洋蔥 像你的小朋友啊 對 平常也有過敏嗎 對 那你都怎麼挑選食材 讓他們不會過敏 其實挑選食材很重要 當然是以新鮮為主啊 我覺得這是蠻重要的 再來就是我會挑一些 像我們今天有用到的主要食材 像鮭魚 還有我們的萝卜 還有我們的胡蘿蔔呢 它都是有能夠讓你抵抗免疫力 然後降低那種過敏的反應 都會有 所以主要從食材裡面去做挑選 我們就不用吃這麼多藥品 或者說抹這麼多的藥 因為有些人是皮膚性的過敏 有些人是呼吸到那種身體 所以我們有時候靠自然的食材就可以了 不必要吃那些藥品 所以有一個準則就是 就是盡量吃天然的食物 對 沒有錯 然後不要吃太多加工的東西 對 沒有錯 我的都切好了 聲音快到切好了 不只聲音快 真的是連切也很快 對 沒錯 再炒你就切好了 剛剛這時候我有加一點蒜末了 胡蘿蔔 蘋果翻過來 OK 那胡蘿蔔我們稍微炒一下 因為胡蘿蔔它是脂溶性的維生素 所以你需要靠一點油脂 把它的一些胡蘿蔔素 給帶出來 帶出來 好 那現在我就要把這些食材 很多蔬菜對不對 對 那我們就通通都把它加進去了 好不好 好 對 這是鼻蹄 這是鼻蹄 鼻蹄 還沒缺之前像一顆小顆的馬鈴薯 它吃起來脆脆的 愛子很認真 挑到一次我都看不到 OK 那我們就把 順便檢查一下 慢慢剝 這是不急的剝 不急的很快的把它下去了 OK 那我們現在把我們的 剝 這個有芹菜 芹菜 還有蔥 蔥 放進去 對 很豐盛 真的 顏色很漂亮 顏色很漂亮 好 最後我們再加一點鹽巴 胡椒 來一點 胡椒 好 鹽巴我們不要多 我們靠岡鮭魚裡面 我們在煎之前就已經有灑鹽巴了 那最後呢 我們再把我們的蘋果丁 好 脆脆的 甜甜的 比較甜 對 悄悄化石天 它看起來好像一隻很會料理的山羊 妹 為什麼會像山羊呢 因為它的鬍子是它的標誌 妹 妹 那我要叫一聲嗎 妳可以叫我一聲嗎 別吵兩下然後妹一聲 我想看得看 吵兩聲了嗎 妹 妳叫什麼對不對 妳以後的外號就是料理山羊 OK 那艾姊妳幫我把這個生菜 把它放到這裡 來 要擺盤嗎 好啊 妳把它擺漂亮都可以 好 那下次可以跟我一起擺嗎 好啊 好 回去放這裡 好漂亮 好 這樣 最後呢 我還有一個 剛剛艾姊幫我們捏碎的這個油條 油條 捏有點大塊 對 沒關係 我們再撒上去 哇 好 大塊也沒有關係 有人喜歡吃那種更脆的口感 他喜歡吃下去有像吃餅乾的口感 因為現在有 對… 其實都沒有問題 看自己的喜好 對… 好 哇 我們一直不停地站上挖 一直挖… 好 好 我們已經完成了 你看 我想聞一下 好 妳先聞聞看 很香 有油條那麼香 油條的香味跑出來了 對 還有鮭魚的香味 吞喉水 等一下吃起來不知道是什麼感覺 所以我們再問一下史丹利主廚 這一道料理叫做 生菜鮭魚鬆 完成了 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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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鮭魚裡面所含的油脂是Omega3油 它是多數的植物油裡面所缺少的一種 它可以幫助我們降低過敏反應 所以建議大家可以多多攝取 鮭魚燒 鮭魚燒 好美 太美妙了 美 你自己覺得好吃嗎 美 好吃 就是讓他們吃到後來的那個蘋果 它遇到一點熱的時候 它那個酸度有一點點出來 酸酸甜甜的 就會解到那個鮭魚 你會覺得油脂度有時候會解到很膩 而且 而且吃那個生菜很脆 有沒有很清爽 很清爽 你明白 很清爽配上那個魚 那個鮮味 然後你把這些裡面的配料 融合得很好 不同的脆口 是在裡面有咬的 不脆不脆軟的 然後甜的 然後酸的 不同的層次脆口都在裡面 太厲害了 驚喜連你 忍不住要給你 美 想不到 果然是有創意的史丹利主廚 所以 謝謝 有沒有告訴那個家長 這一個抗過敏的來源在於 鮭魚 鮭魚 胡蘿蔔也是 對 所以他們只要吃這一道 慢慢其實可以改善小朋友 身體好 對 沒有好 香師傅也要多吃 等一下要再多吃一大個 好不好 想知道更多有趣的料理嗎 下一次也要記得準時收看 料理甜甜圈 下次見 Bye Bye 真的 真的好吃 整口吃真的好吃 整口吃好吃 整口吃整個口感都不太一樣